指數與對數的微分,我們要學習 其實最重要的是,我這個單元要介紹的是歐拉數 我引進了歐拉數之後,指數與對數的微分就變得相對簡單很多 那麼,在這個地方,對於歐拉數的了解 我們必須要從定義開始,那麼從負利開始學習 那各位同學可以多了解一些有關於歐拉數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有關於科普的一些書籍 那麼建議各位同學可以多看一看